大家好,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咱们在纽约,天气还是比较热 我先转一圈给大家看一下环境 天气比较热,所以咱们在户外 之前很少在户外给它录 咱们今天介绍的就是福建号 福建号之前在渤海,现在又换地了 据说7月21号,福建号又回到了黄海的北部 进了小半径急转弯测试 半径的小尾流,动力还是相当给力的 你看小转弯以后的弧线非常优美 据说外国的卫星放大了局部以后 说甲板逐渐去出现色畅 那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甲板上应该是有轮胎印了 那就是舰载机起降应该是测试完成了 目前是至少应该包括殲-15T 空警600这两种飞机应该上件了 但如果是 咱们说 加上殲-35应该大概率 如果殲-15和空警600都上 殲-35没必要不上 殲-35也上的话 那基本上福建号的战斗力初步基本形成了 第三次海市时间非常长 测试科目也是非常丰富的 现在看不仅包括舰载机起降 连航母编队应该是也完成了 主要考验它的通信 那就是甲板的未来返港以后 高清的图 咱们期待 咱们介绍咱们在纽约这个期间 要讲一些深层词的问题 尤其是现在布林肯 沙利文 现在是接连对中国表态 我觉得其实日本 清华社记者做了一篇文章说 日本记者在G7峰会期间 看到中国记者就问 很骄傲的问 G7里边没中国 你们来干什么 其实咱们想想 G7里边 包括北约里边 哪个联合声明里边 不涉及中国 既然中国都不是你们的成员 你们为什么要涉及中国 这就是霸权思维 咱们也不用多管他 该揍的时候 他就心里明白 尤其小日本 咱们揍的时候 千万不要手软 回到布林肯和沙利文 沙利文和布林肯 发表最新奢华表态 我觉得是紧张 代表着美国人有焦虑 包括日本人 这所谓的自豪感 咱们可以称的是自卑 这是自卑 日本人自卑 你看这种美国人和日本人的表现 包括什么呢 包括布朗 就是他总参谋长 实际制定作战计划 放强硬的话 这个明显产生了矛盾 这个矛盾在哪呢 就是因为没底 心里没底 布林肯 沙利文都很紧张 每个人都谈台海 日本人也谈台海 但凡他们谈的时候 你只要有一个底层逻辑 就是他们紧张就行 这代表他们紧张 这两天的美国多位高官 出席阿斯鹏安全论坛 当着做着面 他们谈台海问题 报了很多话 我觉得挺有意思 你看一一你品一下 我为什么先谈福建号 这是要他妈命的 福建号是真的要他命的 包括日本人 小日本的命就被福建号宰了 跟明朝一样 对付日本人就是福建人 我们先来看第一句话 美国参谋长联议会主席查尔斯布朗 他是这么说的 主人问他 如果中美在台有战争 那么美军是否会赢 布朗说 会的啊 我很有信心 说因为美军是世界上最有杀伤力的军队 也是其他国家羡慕的对象和榜样 你看啊 第二句就是美国的这个总统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 他是也说承认 美国已经采取相应的行动 而且还将继续行动下去 要永远的阻止中国大陆发动 对台湾的进攻 永远的 永远的是不是就是 就是把中国给连根拔呀是吧 永远的嘛 你听这个称呼就是像当年对的印尼亚人一样 给你灭族是吧 屈你妈的 我在这看这三亿人 是吧 灭个屁呀 纽约太旧了 太旧了 一股尿骚味 剩下也就是布林肯 布林肯说呢 说G7正在团结起来 集体向中国大陆施压 避免他们的攻台行动发声 这三句话你放在一起是非常矛盾的 就是马上发现矛盾点在哪 这个矛盾点在于 既然代表美国军方的查尔斯布朗认为美军一定会赢 对吧 那么为什么布林肯和沙利文这样的政客显得非常紧张 这么多年美国你可以想想他一系列的政策是不是很矛盾呢 跟中国既接触又打压 就但凡是你看他从这个干了卡扎菲干了这个谁啊 干了这个萨姆 对吧 一系列行动 就是但凡是美军一定能赢的 他会跟你讨论吗 他不会跟你讨论 但凡他有心心干的事 我觉得不至于如此了 美国人这个民族性格是吧 一身就要搞出这么个精神病人出来 我觉得咱们都看到这世界恶魔放出来以后 我觉得矛盾点在于什么呢 就是他这种矛盾就是心虚的表现 没有别的证明 就是证明心虚 说白了他赢不了 这事还不见到吗 赢不了 美国担忧台海问题 中国大陆这边相当稳 而且是安民不动 你看中国大陆是一直没有 没有任何的表态的 蒋洋军现在也按部就班的在执行自己计划 你看福建号海市 我觉得每一个消息都让美国人刺痛 是吧 他美国媒体不敢刺痛老百姓 就不愿意报 有台独说 为什么你不动手啊 叫嚣中国大陆为什么不动手啊 还有人说 你们怎么知道收台工作 就没有进行呢 是吧 就互相之间开始呛 这个话我就透露很长信息 就是我们打第一枪 我们是以打第一枪还是打第一炮为定义开始 还是说以围胎开始 武统到底是以什么标志 对吧 以什么事件为开始 现在没有一个定论 可能这个2024A就已经开始了 武统就已经开始了 只是大家不理解 不认定这个是标准 对吧 也有可能是我们对敌人的麻痹试探 对吧 对敌人的军心瓦解 可能早就开始了 对吧 所以以什么标准开始 我觉得以围胎开始 就佩洛基窜台那天 围胎开始 那应该是武统开始 事实上咱们做一切的效果已经出现了 你看美国的沙里文布林肯非常紧张 拜登大选可能有麻烦 川普上台会不会交换呢 现在这种紧张已经传给岛内政客了 岛内出现了一片的恐慌 岛内的这两天讨论的就是 台军的预算要不要提高到GDP5% 台到5% 你们老百姓还有钱看病吗 台湾人天天叫嚣我们的医保健保 天天说 跑到大陆的台湾人不应该给他们健保了 是吧 我得替这帮在中国大陆台湾人说一句话 就跟那个开车一样 我他妈交的养路费 不凭你买豪车的那帮人交的养路 都是900多吧 我交的钱跟你一样 你开豪车和我开普通破车 我交的养路费一样 我有道路权 你他妈开豪车你凭什么指责我们呢 咱们路权一样 你配一样是道理 一样是道理 说完了岛内的这帮人 就给台湾老百姓洗脑 实际用于什么 用这种方式来恐吓 就是惯用的招欺压 这帮统设计机惯用的 台军要不到提到5% 这个背后是什么意思 就是压榨老百姓 继续恐吓 你说这帮统设计机 他这个钱最后只能从老百姓身上赚 这就是美国人张口要保护费 然后要提高价码 保护费提还是不提 交还是不交 赖兴德很难 对吧 全民都在痛批 你现在给美国人挡子弹 然后自己要花钱 这天下 了价 天下低大傻逼 美国人想要保费 其实是为了弃台做准备 是为了弃台做准备 注意 因为什么呢 因为台湾 美国人知道 留不住了 还是开篇讲福建号 福建号可不是一艘 福建号是第一号 我们准备干六艘 你想想 六艘 所以说美军怎么应对 未来怎么应对 它在西泰顶天也跑 就满纳满算三艘航母 我们是六艘 六艘我们如果是四艘在这 就完全碾压它合同性 你自己了 它那个福特级根本就上不了 你还怎么应对 它之前 你看美国人之前各种舆论铺垫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在做榨干台湾准备 台湾其实 我看了大量在北美的 台湾人 这些人 有一些人实际是和台独不一样 我看了有些人和台独不一样 估计那些人都是四九年以后 离开大陆 然后逃到台湾 然后又辗转去了北美 这批人还是爱国的 这批人是爱国的 他和台湾本岛的那些人不一样 所以我在这 要证明 再次证明给所有的中国大陆老百姓 证明一句 那些真正的台独和这些 有些台湾人不一样 台湾人是有些人是爱国的 但是有些台湾人是本土化的 有些年轻人被本土化的 那帮人洗脑 那些人 那些人 那就是台独 他不是中国人 我们打的时候 我们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就不包括这批台湾人 所以我们打的